九位来自五十后的女星 赵雅之邓丽君 她们各个都是美人胚子 迪波拉 出生于中国香港 中国女演员主持人 1977年11月 迪波拉与无线电视台的合约期满 没有与无线继续签约 在离开无线之后的两年里 她曾和邵氏等影业公司合作 拍摄过李汉祥指导的金玉良缘《红楼梦》 文华指导的香港爱曼妞等影片 赵雅之 1954年11月15日 出生于香港九龙半岛 1992年 凭借古装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赢得广泛关注 1997年 主演年代剧百年沉浮 2003年 主演年代爱情剧西关大哨 2007年 获得首届华鼎奖华鼎奖演艺名人公众形象 调查年度大奖 最受公众尊敬表演艺术家奖等多个奖项 邓丽君 生于台湾省云明县包中香田阳村 1983年 举行华人歌手首次巡回演唱会 此后终止商业演出活动 1984-1986年间 先后以爱人时留身三曲三次获得日本有限大赏和全日本有限放送大赏两项日本音乐颁奖里大奖的最高奖项 1987年起 承办影居状态并淡出乐坛 乌倩倩 1955年7月29日出生于浙江杭州 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 中国内地女演员 邓杰 1957年10月22日出生于重庆 1973年考入四川省川剧学校学习花旦 1978年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川剧院 1987年 应出演电视剧版《红楼梦》中王熙凤一角 广为大陆观众熟知 获第四届大众电视精英奖最佳女配角奖 电视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奖 首届十佳演员奖 毛顺云 生于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女演员 曾为香港无线电视不投合约议员 亦为电视及电台节目主持人 也是香港演艺界团体之八会的成员之一 十七岁入行不久 吉丹刚主角出演电视剧集 九十年代开始真正走红 并以喜剧明星的形象是人 2006年 凭电影早熟 夺得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奖 2010年毛顺云透露 处境剧天天天情会成为她在电视圈的告别作 倪平 1959年2月16日 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微海市戎城 1983年 倪平被定为国家二级演员 1990年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 先后主持了13届春节联欢晚会 1992年 获得第六届星光奖最佳主持人奖 1993年又获得了第七届星光奖最佳主持人奖 蔡晴 1957年12月22日 出生于台湾高雄市 1996年发行个人专辑 明歌蔡晴和琴歌蔡晴 同年加入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 与底细爵士乐团合作个人演唱会 同年 意应世界日报之邀 赴美加地区作巡回演出及主演电影 林明之前 凭借此影片获得精髓奖 六月发行台语专辑飘浪之女 凭借此专辑 入围第八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 四勤高娃 1950年1月20日 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 1979年 主演战争片贵星四件而正式出道 1983年 凭借剧情片《骆驼响子》 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经济奖最佳女主角奖 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骆驼响子》 由于主演出 《骆驼响子》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届大众电影bold 不太能做 静一致 并不太能做 人能做 女儿 女儿 男儿 男儿 女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